距离真正他战诺盛德已经没有几天了 这里将一些炼击期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集中做一个汇总解答 大家好,欢迎来到《重归北地》 诺盛德是北极大陆玩家必须通过乘船或者飞艇来抵达 联盟这边暴风城港口新开 最左边带有金陵风国的博位是通往黑海岸奥伯丁的轮船 而最右边就是开往北风台原的无畏要塞的船了 玩家如果决定将北风台原作为自己的起始地图 可以提前将号停在这里等待 27号早上6点一到应该就会刷新出船子来 届时玩家即可登船起航 而另一个地图豪风峡湾的通船地点 就是位于米奈西尔港原本去往奥伯丁的那个博位 也就是右边这个 现在就是通往豪风峡湾的瓦伯德登陆点 这两个起始地图各有优劣 具体后面再说 部落之边奥格瑞玛城门出门右转 新设立的停泊塔会有飞艇将玩家送到北风台原的战戈要塞 而右岸城外同样在原来的停泊塔旁边 轻建了一个塔 这个飞艇就是通往豪风峡湾复仇港的直通航线 那这也是两个不同的通往起始地图的交通路线 玩家也依然根据自己的目的地提前停好等待即可 在每一个登陆点的营地中 玩家都可以找到各自商业技能的训练师 从而将自己的商业技能上线提升到450 这对出门任务练击并且身负采集技能的玩家相当重要 不要忘记啊 如果你找不到训练师 记得在小地图追踪那里开启专业训练师的追踪 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而如果你对初始登陆的地图不满意 比如北风台原人比怪多 想去另一边的豪风峡湾的话 第一种方法就是回到旧大陆 从相应航线前往 而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乘坐诺生德海象人的乌龟船 在北风台原的乌努比 以及豪风峡湾的卡马谷 都有这种海象人风格的乌龟船 乘坐之后会像失旧航线那样 将你送到龙骨荒野的墨鸭基港口 而港口这里呢 就有一个中转码头 很显然 去另外一边再乘坐乌龟船 就可以到达诺生德大陆的 另一端的骑士地图 这些航程呢 都稍稍要耗费一些时间 所以玩家最好提前将自己的目的地 和路程搞明白 轻易不要更换骑士地图了 刷本的话应该是去豪风峡湾 而做任务的话 北风呢略好些 因为地图较为平坦 但也因此人会比豪风多 所以各位如果是第一批 且熟悉任务的 可以去北风尽快发展 而如果赶上人潮汹涌 可能豪风峡湾呢 会稍微好些 列印机的话 有两种主要方式 任务和刷本 任务来说 一般路线呢 就是北风台原 或者豪风峡湾起始 这两张图任选其一就好 做完之后 任务线会引导至龙骨荒野 之后是灰熊丘陵 再祖达克 然后索拉萨盆地 最后是风暴峭壁 或者冰管冰川 如果你前面不跳图 基本上到风暴峭壁 就肯定已经满级了 而这些地图的任务等级 按照惯例呢 都是有一些前后咬合 相互重叠的 所以装备较好 或者提前有存任务的玩家 是可以选择 跳过某些地图 来快速提升等级的 这一点 希望各位根据自己的实力 或者熟悉程度来决定 完全萌新的玩家呢 就不要跳图 好好做任务链接就好 刷本的话 虽然升级路上的副本很多 但适合刷经验的 就那几个 基本要求呢 怪物密集 数量多 实力菜 技能弱 那一般都是推荐 第一个刷豪风峡湾的 乌特加德城堡到74级 然后转战灰熊丘陵的 达克萨龙要塞到78级 最后回到豪风峡湾的 乌特加德之间 刷满到80级 这其中 乌特加德副本群呢 就在豪风峡湾的正中间 不管联盟还是部落 从登陆点过来 都只有几步路 而达克萨龙要塞 位于灰熊丘陵 左上角的 和祖达克交界的位置 玩家过去呢 需要稍微跑两个地图的路 只不过 我相信到时候 怀旧服应该会有 付费交通可够选择 刷本这块呢 我没有太多经验可说 本人基本都是任务升级的 除非野外恶劣到人满为患 否则进本 都只是做个任务就走的 这两种方式呢 任务升级是为正统 况且怀旧服还给任务 添加了英雄文章的奖励 不得不说是给任务胆 提升了一把四起 但如果对任务没感觉的朋友 就还是刷本吧 虽然无脑重复 但好在轻松愉快 不用动脑子 那就建议提前找好战友 约好时间咯 怀旧服的练级阶段 才是最好玩的时候啊 另外一个折中的建议呢 就是刷本到77级之后 出来直接去风暴敲壁做任务 先不说霍迪二字旨的 声望开启任务线 是必做跑不掉的 这一点可以去看 我的80级声望篇视频 而且任务奖励的英雄文章 也主要集中在 最后两张地图里 所以前期刷本 避开茫茫多的 低级任务地图的人群潮浪 77级之后呢 满身副本蓝装的你 直接购买寒冷飞行 冲进风暴敲壁 开始做任务 这样呢 既能拿到任务奖励的 英雄文章的大头 也能将枯燥的刷本之旅 在最后一段 改为飞行在诺森德雪山 之间的任务探险 相信我 这应该是 最具性价比的升级规划了 那么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身为诺森德的组成 魔法之城达拉燃 是从东部王国的 希尔斯布泰勒那里 直接飞过来的 并且将始终 停留在金戈森林的上空 所以 没有飞行作息的玩家 一开始是 无法主动前往达拉燃的 比如 在金戈森林这里 一片魔法帷幕笼罩之下 几个强悍的战斗法师 组成了达拉燃的 地面传送阵地 只不过 不是从上面传送下来的玩家 是无法强行 启动传送水晶的 自然也就无法前往达拉燃 在玩家达到74级之后 几个主要的 前期炼击地图的营地里 都会有一个魔导师 或者大法师之类的NPC 会发放一个任务 魔法王国达拉燃 玩家接取这个任务之后 就会被其传送到达拉燃城中 显然 第一件事就是开启飞行点 下次就可以坐两户来 只不过 达拉燃也跟沙塔士一样 没有拍卖行 职业训练师等等 当然工程学 法师之流除外 那么玩家势必就要在 学技能或者买卖物品的时候 需要返回旧大陆组成 幸好 传送门什么的 还是有的 记得绑好炉石 当玩家的等级达到77级的时候 就可以在NPC处 花费1000斤 学习寒冷天气飞行 从而获得在 诺森德大陆飞行的权限 注意啊 只是让你可以使用飞行坐骑 至于你原本的骑速 是225还是300 这些都是没有变化的 想要获得208%飞行速度的 还是得老老实实的 花5000斤来学专家级骑速 传授寒冷飞行的NPC 分别可以在 达拉燃的飞行平台 索拉茶盆地的河流之星 以及风暴峭壁的 K3营地里找到 除外 当你达到77级时 如果你是个 没学飞行坐骑的小号 又或者吝嗇到 1000斤都舍不得花的格朗台 那么呢 你可以在K3营地的 飞行点边上 找到这个名为 诚实的麦克斯的NPC 在他这里啊 可以免费的 诸借到2手飞行坐骑 对话后 包裹里就会出现一个 出租坐骑的缰绳 没错 这并不是像坐骑那样 点击学会的吧 而是老实的那种 需要使用的物品 这个东西呢 跟玩家的小鸟飞行坐骑 一模一样 只不过限制 只能在索拉扎盆地 风暴峭壁 冰棍冰砖 这三个地图使用 那刚好 这三张地图呢 也是77级以上的任务区域 总之呢 在WK 77级以后 是无论如何 都能飞行的了 不用担心 在升到75级之后 玩家就可以在 祖达克的 银色前沿 右上方这里 找到一个很明显的 斗兽场型建筑 在这里 就可以接到 诺森德版本的 竞技场任务 也就是类似 外遇 纳格兰的鲜血之环 总计六部任务 每一部都有 三万多的经验 外加最后一部 奖励175装等的 蓝色武器 基本上属性 已经很接近 基尔加丹掉落的奥布莱恩 所以这是 太阳井没毕业的小号 升级路上 必做的优质任务 不可错过 这系列任务呢 也跟鲜血之环一样 需要五人组队来完成 并且难度颇高 基本上 需要一个标准的 五人副本的配置 得有奶有涕才可以 不然为啥奖励这么好呢 这把武器到手 基本上就是 用到满级的副本里 才有得换 运气不好的 甚至要等进入 五人英雄本才能换掉 所以不要忘记来打哦 理论上来说 这个任务呢 有一个前置条件 那就是要么 接取了 达拉兰下水道 NBC发放的指引任务 要么就是 曾经完成过 纳格兰的鲜血之环 这两个条件 必须满足其一 才能接取 痛苦斗手伞的任务 如果 我就说如果 你去了主打客 发现接不到任务的话 先检查 你是否已经75级 再检查 你是否已经完成 纳格兰的鲜血之环 获得了成就 最后还接不到 就去达拉兰的下水道 接钳子 当然 如果到时候 直接就可以接 那就当我没做好了 由于暴血 没有在这个版本 开放官方的任务指示器 所以玩家还是要 自行安装任务插件来指引 当然 主要是针对做任务的玩家 刷本升级的朋友嘛 最好也安装一个 刷本 也不代表 一个任务都不做 对吧 这算是北伐 诺顺德之前 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了吧 那常见的任务插件 就是Quest IE这个插件了 安装好之后 在界面插件里 可以找到一些设置项 其中几个比较关键的 可以提一下 一般里面 设置追踪图标这个按钮呢 点开可以看到 很多类似小地图的追踪现象 那插件提供了 比系统更多的追踪项目 比如飞行点 集合时等等 并且最方便的是 可以显示在大地图上 让你的整体行动 更加有规划 当然如果你嫌显示 太多图标档式的话 也可以像我一样 只开启任务的追踪 然后下面这个 启用小地图标记 前面的对购 可以取消来禁止 小地图显示 一堆感叹号 如果你不取消 小地图上 就会有很多任务标记 因为系统本身 就带有任务揭取 和缴纳的提示 所以我是不习惯 开启小地图标记的 这一点也看 各位自己的习惯 开启或关闭 往下拉一点 就可以看到 自动交接任务的选项 那这个一般是默认关闭的 如果你有确定的需要 也可开启 之后的通报 小地图 大地图分栏 建议保持默论就好 没什么重要的 到追踪这里 QuestIE本身 自带一个任务追踪 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能够把任务 按照区域和完成度 等等来划分 如果你嫌 它的追踪态档式 或者搞不定 它的大小位置等等 就可以点击 这里的重置追踪器位置 那它会回到中间 让你重新拖放 或者直接禁用追踪 直接使用系统自带的任务追踪 也是可以的 好 几个简单的设置 可以让你更加好的 使用这个插件 顺便说一句 如果你不想在地图上 看到某个任务 可以按住shift 然后点击这个任务图标 这样就可以禁用此任务 不再显示了 OK 到这里 就把之前视频里 关于链级方面 没介绍到的细节 找不了一下 本期视频也比较短 作为重归北地系列的 最后一期 发布时 已经临近华旧服 80级的开放日 那之后的视频 就不会放到前瞻系列里了 如此 18期前瞻 加4期团本攻略 希望对大家的 诺顺德之旅有所帮助 我的后面 喜欢玩魔术世界 怀旧服的 不妨点一下关注 有问题和想法 欢迎评论区交流 那么下期 我们达拉然再见 我的生命将抵达终点 你将加冕为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